欢迎收看辽宁卫视 有话好好说 我是郭德纲 欢迎你们 谢谢 导中介绍一下旁边这个小孩 这是我的徒弟 也是我的刚儿子 叫陶杨 今年多大了 我是97年的15 97年的都15了 等于97年反正不好算 知道就行了 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这期节目跟往常都不一样 你看我这个状态 像是一个什么工作的人 人家还是说像的 都看着我都崩着光片了 还像说像的 那确实是说像的 水有缘 树有关 说像的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 我就是一个草根艺人出身的相声演员 很高兴这么多年来 一步步走过来 我很爱相声 也值得骄傲的是 相声也是我的工作 现在陶杨也好 这些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不过如果说从根上来捣 相声的历史 恐怕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就不太熟悉了 不知道 相声到现在150多年了 有相声那天我才十几岁 怎么算呢 我算错了 对不起 数学不是特别好 孩子不太了解 有些个观众也不太熟悉 其实有相声那会儿 大约是在清朝末年 想知道这个历史吧 想知道 那会儿来说有一种曲异形式叫全塘八角鼓 这个整个一帮人唱大鼓啊 唱单弦啊 变戏法啊 以及相声双簧都在这里边 后来从当中剥离出来 单独演出就是相声 清朝末年的时候 相声艺人大多是以料地为生 所谓的料地 指的就是在街边上 比如说北京城 天桥 天津呢 那会儿来说是三不管 反正每一个地方 都有一个比较繁华所在 是这些艺人们演出的地方 那年头可不容易 刮风减半 下雨全晚 今天演得挺好 一会儿的工夫可能出现不同的状况 不过那会儿来说 相声艺人以及作品 也是可圈可点 是吗 但说这些恐怕你都没敢上 不知道你太小了